贾玲总能一句话逗笑全场 我从白天等到晚上 很冷知不知道 老青年 Happy you Happy you 一副花痴的样子 腾哥都看不下去了 我都不明白 这以后万一有老公了 看着这玩意 不是 你怎么就确定不能是他呀 不能是他呀 哈哈哈哈 玲姐撩汗是真的让人放心 你知道我已经跳舞真的是帅 他刚才有勾引我 哈哈哈哈 真的 刚才有一段 你知道我停在那 只是跳的时候过 哎呀 哇 哇 扯不住 看到你我真的扯不住 我不知道 你这么说 你能言程序咋办 我不是我不是 我是柳德华的夫人 姐最不缺的就是男人 我说了我验毒我足甲 好了不要再跟我说了德华 自从我都不接着电话 而在杨阳没遇到贾玲前 他们说杨阳哥去了花儿鱼前 三年 不在鱼前 伤到了 伤到了 我现在又怕我要走的话 姐姐们排车过来接我 我又不在这儿 可能天黑 天黑之后 如果怎么还能来呢 因为上一季的人都这么唱 遇到贾玲后 那人还没来呢 在这儿呢 俺们这个面照 好不好看 美若 好不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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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叮 叮叮 当被范澄澄邀请上车 上车 那你得下来我才能上 得知范澄澄是岳华妻子时 我跟澄澄压根没有任何交际 他说姐我是岳华妻子的 我第一反应是谁的妻子 潸潸跳舞好吗 不好 你不是乐华棋泽吗 乐华棋泽不一定跳舞好啊 唱歌好 唱歌 也不咋的 也不中 手箱上见你们说 手箱上差不了多 跟诚诚对视让人笑不活了 我失败了 所以你害羞了三星 你毕竟是小女生 不是 我主要是看三星 我跟杨迪 我俩能看一辈子 我能把她看走 手把手教你俘获男神 女人 过来 不 这有墙 一会儿还要避咚呢 你再敢动 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太想动了 你想干什么 都可以 当谢娜跟她比年龄时 我现在22你呢 我18 我想过你少说两岁 真的没想到你少说四岁 我当时说完22 我有点生气 我觉得我应该说18 如果我说18 你说对啊 19啊 我说我真实年龄就好了嘛 是吗 在节目中谈到表白 我是一个不太懂得拒绝的一个人 我感觉要跟我说 我爱你的话得鼓起老大勇气了 然后你都一律回答说 试试看 从来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地上 我本人不太会撒谎 所以我就干脆不要撒谎 我本体还是个撒谎的游戏 我离过六回了 我离过六回了 跟腾哥在一起时 综艺效果直接拉满 拿到演员的诞生总冠军后 为什么没有再拿过奖了 不是也是和自己夺冠之后 影视作品越来越 综艺节目越上越多有关系 他们俩还挺生气 我跟你俩比我的综艺节目上的多猫 确实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我们这么全面开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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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